當地時間2月26日 在巴塞諾納舉行的世界移動通訊大會期間 曾經的手機巨頭Nokia宣布更換其企業標誌 以便重溯以往手機生產者的印象 例外該公司在近60年來首次更改其品牌標誌logo Noki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在接受採訪時說 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我們仍然是一個成功的手機品牌 這個不是Nokia的宗旨 我們想推出一個新品牌 它非常關注網絡和工業數字化 這個和傳統手機是完全不同的 據路透社報導 新的logo由5種不同形狀組成 混成Nokia一個字 此外舊logo中的標誌性藍色 已經被替換成一系列顏色 Nokia總裁Luc Marr在接受採訪時說 這個舊logo與智能手機有關 現在我們是一間商業技術公司 它被設計為合作的象徵 Nokia認為這個對實驗網絡的指數潛力自關重要 釋放可持續性、生產力和可及性方面的收益 在博客中 Luc Marr 寫說 今天是另一個里程碑 我們只能更新我們的戰略 作為一個關鍵的推動者 我們亦更新我們的品牌 以反映我們今天的身份 B2B 技術創新領導者 開創網絡和雲相遇的未來 Luc Marr 在2020年 接任陷入困境的Nokia CEO 之後 制定了一個分為三個階段的戰略 重置、加速和擴展 隨著重置階段的完成 Luc Marr 表示 Nokia 正在加速進入戰略的下一個階段 開創網絡 於是 您可以採用 將汽車 開創網絲